福安性骚风暴断气合作品牌 屏东县普说没个别合作过 汉梦安说业者要谨慎维护企业形象 屡在国际竞赛中获奖的福安巧克力 因执行长徐华人父亲五年前 性骚扰女实习生 及徐华人未提顾亲 骂女实习生和媒体表的事件造重提 11月5号网友在网络发起 聚买性骚巧克力活动引发渲染大波 导致原本与福安推出联名商品的 桂冠乖乖Mr.Donut等多家知名品牌 相继宣布与福安切割 事报至今福安许家父子人并不见面 尽管朗渡在其脸书发声明致歉 人遭香名炮轰 没诚意 止不住香名怒火 我已经说我们今天不会开任何记者会 那道天声免疫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论的生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但我们要修的话其实已经说完了 福安信售事件如辽原大伙伴燃烧 县长潘梦安12月9号表示 这是我们拖钱的案子 县补只是对产业福岛 对个人的行为并不清楚 县补为福岛农村经济转型 因为福利农民重视高级级的可可 目前可可已成为平东重要产业 县补站在福植推广产业的原则上 连续四年举办国际新比赛 除了福安外还有许多在地业者也都有得奖 县补强调没个别和福安合作过 仅提供平东六代农业博览会等 行销平台开放县内业者报名参加 福安也是其中之一 未来福安是否继续参与 县补会就整理调量 他们同时呼吁所有业者 要以福安心臊事件为鉴 爱惜羽毛 自我提升管理 毕竟企业形象建立不易 每个过程都要谨慎维护 福安屏东东港门市 九号仍开门营业 但生意叫平常冷清许多 对于四嫂儿救安被起底 有顾客表示 福安已经受过惩罚了 可以要求他们道歉 那何必拿到心理当中来炒作 一定要让人家死得很难看就对了 东新闻 屏东报到